故宫正常的国宝 康熙版的藏文龙藏经 就是俗称的大藏经 据说看过的人都能够享有福报 就连前总统陈水扁 也曾经低调的到故宫库房 目睹这部经典 不过现在如果民众想看的话 到了农历年前 故宫会再度的展出 大家都有机会 精致的佛像 删满了一万四千多颗的珍珠玛瑙 上头所有的经文 都是以特殊的宁经书写 这是全世界唯一一部的藏文龙藏经 一共有108函十万多页 共记载一千一百多部 藏传佛教的经典 花了五千两黄金打造 相传康熙皇帝希望借此经书 祈求国泰民安 这部经书非常的华丽 而且它非常的 很大的一部经书 因为它非常重 基本上要两个大汉 才扛得动它 民间传说看过龙藏经 可想七世福报 故宫副院长说 陈雪辩当初来到故宫 在看龙藏经时不发一言 是否希望求得福气 也不得而知 但对佛教徒信众来说 能够看到经典意义当然不同 如果是您是佛教徒 你会相信看过这些经书或者说是很重要的这些西藏像塞堂塔这样它都会有福报 冯明珠说以往龙藏经在故宫公开展示时常见信众会签成的顶礼膜拜 故宫也计划在民国一百年出版限量的复刻版每一套售价高达一百八十八万元 而农历年前这套龙藏经也将再度在故宫展出让一般民众也能亲眼目睹 记得陈淑君张志成台北报道